這是藍牙耳機的通話測試 分別為QCY T1 W1 Pro 舒適Door 跟磨焰的X12 Pro 那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在電風扇正前方面前講話 那大概是50分貝 那第二個是模型抽風機 然後大概全速運轉跟忽快忽慢的調低調高 它的轉速 那大家實際上聽聽看它們的收音效果吧 首先第一個測試的是萬魔在通話時候講話的聲音 那就是面對電風扇的聲音 不知道聽起來怎麼樣 這個是模驗X12 Pro 在電風扇正前方講話的聲音 這個是在電風扇正前方測試 W1之前的藍牙耳機的聲音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清楚呢 這個是QCY T1在電風扇正前方測試的聲音 接著測試萬魔舒適度 然後我在模型的抽風機前面 然後我會開啟它 然後並調快調慢 然後看大家是不是會有差別 那現在準備開啟 那現在準備開啟 那現在我開始講話 那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清楚 那現在開始我會把轉速條快慢 造成聲音的胡大胡小 那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聽不聽得清楚的聲音 這個是模驗X12 Pro在模型抽風機前面講話的聲音 那我會打開然後自己互大互小 那現在已經開啟 然後不要加啟 那我的塞性在有啟啟的地方 就是這樣 會有速度不大互小 那先看看啟啟 這樣的話 這個是W-1 在模型抽風機正前方的通話特系 那首先我會先開啟 那我會轉快轉慢 看看是不是有什麼差別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什麼 接著是QCY-T1 在模型抽風機前面的通話質量 那同樣會開啟 然後變胡大胡小來聽聽看 他別的 那這段今天一定會有胡大開啟 那這個一個 接著的路程 找到會胡快胡慢的調整 他會繼續 不再看它是不是會有什麼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